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无披鲁浙那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大家早安 这礼拜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像普悠玛的事件其实也是一种 那人家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 那我们在课堂上跟大家讲六度 其实同学可以发现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人他虽然不了解什么叫六度 可是他所作所为就是六度了 那一般有些人他反而看了以后 诶瓷戒 然后一条一条看 这个我做不到 那个我做不到 可是同学其实这个没有那么困难 只是说我们在看看这些人的一些 呃 作为的时候我们发现 其实他不用去背这些条文 他也不用知道这些条文 可是他本身他所作所为就是这个样子了 像这次的普悠玛事件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当中有 呃 就是有一些司机就很自动的告诉大家 就是呃 他们愿意帮忙免费的接驳嘛 免费的接驳的部分 那也也讲也很也很谦虚啊 说呃我的职业就是意思他会的就是只有开车 那他拥有的也就是那一部车 所以他就在那个 呃 东奥那边到那个罗洞中间做一个接驳 那他们可以就是说赶快回去这样子 有一个接驳这样子 方便大众这样子 那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很感人的事情 呃像他们呃遇到这个灾难呢 一般的人也是会互相罹难 好 例如说那些呃 呃救护车来 他们也是说哎 能不能让那些受伤比较重的先上车 好 同学可以发现这里面其实含有的就是所谓的慈悲 然后里面当中也是呃 左行的也都是六度啊 好 也都是六度啊 所以呃佛法的呃并不像那个法律这么样的硬 就是说一条一条一条的 而是佛法其实就是很生动的 然后可以用在生活上的 哦 那生活上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就是一种佛法 哦就是一种佛法 哦只要我们有那个柔软的心 其实面对到一切的时候 自然而然我们所行的就是所思所想所行的就是符合六度 哦就是符合六度 那在这个当中其实也有很多 大家有发现真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 对不对 里面当中有一个人他是 呃好像是唱 呃唱歌的嘛对不对 他也本来坐在是 呃那个位置可能就会 呃比较受伤那些比较惨重的车厢 可是他呢刚好还没有买票 所以他又走到第一车厢去 然后就避过了这一劫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很难讲哦都是因缘性的一个和合嘛 像我们现在学了佛法 看这世间上的事情就会不一样的角度 哦就会不一样的角度哦 呃我们比较不会 认为自己的一个一个想法 或认为自己的一些东西 哎这样子想就对 这样这样的就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而是会用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哦然后再来就是学会啊心态 面对很多事情的心态会更加的柔软 哦那今天这十四讲是最后一堂课哦 那下礼拜 开始就是由师傅在讲新的课程哦 在讲新的课程哦 所以还要继续来哦 因为一听说之前有同学认为 哎 哎换讲师了 好像就是课程的结束 其实不是哦 因为这个 那个基础进阶班 他们是课程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也就是 可能现在上之前讲的 然后现在讲的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讲次 不同的一个讲次 那在这个佛学的十四讲其实它建立起一个 对佛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跟态度 观念跟态度 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在 对佛法的一个观念跟基本认识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因为当你基本认识 还有对佛法的一个概念建构成了以后 之后你才不会人家讲了 然后好像是这样 人家讲了就到处去 这有时候 到处去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那个呈现就是心的一个散乱 心的散乱 因为那个心如果没有办法沉浸下来 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到处跑 到处去这样子 那让我们自己的心慢慢沉浸下来 这很重要 有时候不管面对任何事情 如果你的心不是沉浸的 而是浮动的时候 然后常常就会有一些散乱 常常就有一些杂念 常常就会有一些等等 所以搜射我们这颗心 其实是我们 不管在之前讲的五届到现在六度 其实都是一些基本功 基本功 那太多的人都会 就是这边今天有什么东西就往这边跑 明天那边有什么东西就往那边跑 那自己好像很忙 很忙 可是就算在很忙的情形下 心不要忙 好盲目的忙 那常常人都是这样 跟着外进 然后心就开始就跟着跑 就开始有种种的散乱 那这就比较 有时候是比较不理想一点 那就是我们能够这样 能够持清静 尽量让我们心能够清静一点 然后稳定一点 这就是我们 刚开始学佛 最起码可以做到的 至于说同学说 这有太多的条文背不起来 或是怎么样 其实像佛法就不应该是用背的 像刚才说 我们只要能够有一个 培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 然后培养我们的就是心不散乱 自然而然很多东西行出来 做出来就是佛法 可是如果当那个心有没有 不对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就算你背了很多的条文 做起来还是会有所问题 有一些问题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课本当中的 135页的词戒的部分 词戒的部分 上一次有讲到说这三句境界 三句境界 三句境界就是在第135月第2、4、第4行的部分 它有所谓的涉律于戒 涉律于戒就是不应该做的 那涉善法戒这就是应该做的 同学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戒很简单的 戒很简单的来讲就是怎样 应该做的去做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要去做 就这么简单 不会像很多人还要背5条 然后背5条还简单 后面还有所谓的那种 居士戒 还有种种的戒 那个就是有些200多条 有些500多条 那个就是怎样 变成法律系的在背条文 其实不必要 不必要 我们只要在5届能够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句 应该做的去做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俩不要去做 连小小的应该做的我们都会去做 如果是那种很些微的那种不应该做的就是一些恶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做我们就不要去做 这样子其实就很简单 很简单 现在其实现在人很喜欢就是把很多东西画的越来越简单 而且其实也有一些人会要求一些快速 像现在的店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速食 马上立刻 可是事实上是我们的对我们自己的习性 我们的心性 那当然也有一些立根的人他可以马上迅速 可是一般的就是我们慢慢的去做一个调整 帮我们心态做一个调整 好 那 再来第三个就是劳益友情 这就是所谓的慈悲 对一切的那种众生 只要有帮助的我们都去做 有帮助的我们都要去做 那再来呢 如果我们能够慈戒当下就得到清凉 好 我们会有很多的热闹呢 会有很多的贪嗔痴这些念头的原因 就是因为累生累世以来我们有一些造作 造作 那异业的部分也是在造作当中 好 所以如果你能够慈戒不脑害众生的话 自然众生也不会脑害你 好 那所以就是当下我们就这样可以清凉 好 那将来一定能够获得解脱 好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 不管是你未来是学哪一个法门 或者是往哪里修行都一样 那慈戒其实就是一种基本功 基本功 也就像盖房子当作打地基一样 这很基础的 那再来以对字来讲的话 就可以去除恶业的战 那经中有说 言福提的众生举心动念 都是罪 无非是罪无非是业 这个 对有些人来讲 哇 这个话讲的就有点太刺激了 曾经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 师父啊 你们佛法一直在讲业业业业 让人家觉得哇 好像做这个也不对 做那个也不对 可是像那个有其他宗教啊 就比较好啊 就是说如果能够信他或者是能够怎样 就能够 比如说这样子的话 业力那些就就清净了 这种不是比较好吗 同学们有没有这样觉得 如果其他的宗教好像比较好 只要怎样就业力清净了 就都不用所谓的越来越去的 那我跟他讲说 那换个角度想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来打你一下 打完以后他就走 他就跟你讲说 我去那个 例如说找谁忏悔一下 然后我的业力就清净了 那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人的那种思考角度很有趣 都会很习惯就站在对自己 比较有利比较好的那一方面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也会换一个角度 给同学思考一下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以佛法来讲是最圆满的 因为他既不会去脑害到别人 也不会让别人来脑害我们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那你如果说当方面的 最好是我们做的都不用去承担的话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业力的部分还是有存在 还是有存在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口意能够收色 能够收色 所以如果这边就很重要啊 他这边有佛 最后倒数第二行的部分 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就以佛为师啊 那如果佛不在的话就以戒为师 所以一切就是符合戒 那当然戒也不是 曾经有一个女众的居士啊 她去上班啊 上班 那她就说啊 她以前那家公司呢 工作会一直交给她 然后她很单方面的想法是 其他人都不会 所以她就把工作渐渐一直接 一直接 接到后面她已经压力非常大了 然后受不了了 然后她就辞职了 那这个师姐也真的是很慈悲啦 她说 那现在呢 现在谁在做 因为她自己的想法是 其他人都不会嘛 所以只有她会 所以她工作就一直接 那我说现在是谁在做 她说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女众呢 她就接了 然后她觉得她很骄傲 她把她教得很好 所以说 现在就是一切都很 就是还是有人在做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玩笑跟她讲 我说 如果说可以的话 为什么 你为什么在当初那个想法 不改变一下 当初她的想法是怎样 大家都不会 只有她会做 所以她怎样 做得要命 做得很累 那可是如果当初她就把工作 消费这样做一个协调 有没有 当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说你面对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你必须要去做一个协调 你当初当你工作接多了 你没办法承受的时候 你就做一个协调 她说 他们老板都不管啊 都不管啊 我说对啊 一般老板的习性都嘛是这样 只要有人做 他会不会涉入 不会嘛 对不对 老板的习性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把它弄到没有人做 老板自然就出面协调了 那这个当中就是要智慧啊 他就说很多事情其实到后面 其实如果没有处理就变成是一个人过劳 让其他人很轻松这样子 这样其实就不是一种智慧呈现方式 佛法的智慧不是说叫大家把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接过来 所有的难做之事我们全部都接了 那当然你有这样的那个心量 有这样的工作能力 那当然是很佩服啦 但是呢一般的人时间有限 然后再来就是体力啊很多方面都有限嘛 对不对 然后又要留一点时间做功课 所以呢我们就要用智慧的方法去面对 有时候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处理了 那他就说那大家都说他们不会做 那我如果说不会做的话 那不是妄语吗 那不是妄语吗 然后就跟他讲 不会做其实是可以慢慢学的 不是说他说不会做 然后就这样不用做 这是两码之士 这个东西是你当初如果老板说 你应该做哪些工作 那现在增加了这些工作给你的时候 是不是其他的同事 能够接掉你之前的其他的工作 要有反应 要有反应 而不是就是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 现在人很多就是这个样子 像这次的那个台铁的事件 其实也是呈现的也是这样 人的一个就是 当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讲啊 这种事情不会是一个人的问题 就导致这么大的灾难 因为层层嘛 那再来就是这种司机 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权限 他可以决定遇到这样状况 开或不开 大部分的老板也都会就是 很多的组织如果太封闭的时候 就会导致内部的一些问题 所以 比较有智慧的方法呢 我们刚才说了 对不对 如果是不对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 都不对的事情这样 坚持就不要去做 那对的事情我们就去做 以这个例子的话就是 我们在当初这个组织问题这么多的时候 都没有人就是去处理 都没有人去处理 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能 有人要做就让他去做 这个后面都会有一些问题在 所以 不用等到 很多事情如果我们看得远 不要等到发生事情以后 我们才要去处理 而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其实就可以有比较圆满的做法 那那位同学呢 其实 之前可能他也是有曾经被欺负过 有被霸凌过 那当大家觉得 就是说 在这一家公司 就是大家肯定他的工作能力的时候 他就很高兴 那可能就会比较 就是很多事都接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要 我们常常说的休止休止 就是到了一个情形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一段时间就是必须要让自己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 然后重新省思 所以省思的作用其实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不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就这样 然后就很快 很快 尤其是我们的这种 还不到百年 不到百年 所以很多东西轻重缓急 很多的就必须要去做一个评估 那当然在他后面有就有在一百三十五页最后一行的部分 他有说一些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些本身的故事 他为了持这些不万语界就是这样 生训 然后圆满六度 那当然有两个比丘 一个比丘他为了 因为以前的那个水里面都会有虫 然后宁愿渴死 然后因此就可以得生到那个道立天上 然后天生具足 这些都是因为持戒的功德 持戒的功德 所以经中有说 否子如果离无数千里 意念我的戒必得道果 再无左右 虽然常常见我 就是虽然我们不执佛事 这个就是像 这些像我们现在佛已经就是入虐了 那你要能够得到果 就是还是要意念佛所讲的这个戒 那再无左右常见 虽然常见我 然后不顺无戒 所以这边最重要的所讲的就是讲 一戒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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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布施跟持戒的部分 同学应该没问题了 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忍辱 忍这个字 但是大家知道忍是这样 心头上一把刀 所以忍是这样 很痛苦 对一般的人很痛苦 对不对 但是呢 有时候如果我们心常常被一些外境 就是有些人的一些行为 然后你就开始上下起伏的话 那就 其实那个东西 心的起伏其实更痛苦 所以并不是在外境让你痛苦 而是我们如果管不住我们这颗心 才会产生的种种的痛苦 所以一般的人都会往外求 都会认为是环境啊 周边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东西也是要处理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女众的事情 她也还是有处理 只是呢 我们在深究下去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管得动我们这颗心 有时候借由一些转移 或是借由一些能够让心沉浸下来 那个东西就比较不会被外境给牵着走 不会把人家常常说情绪的开关 有没有交到人家的手上 像一般的人就是 就是今天摔破东西了 然后就开始探讨的就是谁的错 摔掉东西 例如说谁刚刚惹到我啊 所以我就心情不好 然后手不稳就拿东西就摔破了 其实东西摔破了就怎样 扫一扫处理就好了嘛 去探讨谁的错的时候 这种讨论有没有意义 后面就是怎样 又是一大堆的争吵 你认为是他的错他也认为是你的错 就是这样子 人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家说一个铜板不会想就是这样 所以当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先冷静下来 然后如果没办法冷静就离开现场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大品波罗心的那个 所谓的忍辱波罗蜜 那个忍辱就叫做安忍 安忍 安于忍耐 那大品波罗经里面有讲到 菩萨摩赫萨心不动故 因具主 善提婆罗蜜 善提婆罗蜜 善提婆罗蜜就是忍辱婆罗蜜 心不动 也就是不被外境所转 那后面是如何能够对峙这个称慧呢 让我们这颗心能够安住 就名为这样忍辱 然后度无极 那忍辱呢 其实它背后就是慈悲跟智慧 像我们面对问题解决的时候不是用暴力 而是讲积极的用智慧来处理 然后用慈悲来化解 曾经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他很可爱 他去办那个事情的时候 那那个人公家那个机关那个小姐态度很不好 那可是他又不能不办 那办了就一肚子气啊 然后连续去两次都受了两次气 那有一天就遇到这个小姐的主管 然后就跟那个主管讲说 哎呀你们那个某某某小姐 我每次去办事情的时候 他都想凑一张脸然后给我脸色看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的抱怨 然后抱怨完之后呢 那个跟那个主管抱怨完 你这一次回去好好的就是跟他讲一下 不可以这样对人什么什么什么之类 隔州去啊 他就又去办那个办事情嘛 那那个小姐对他态度超好的 然后对他笑嘻嘻的 然后对他哇那个 哎来办啊然后哎 怎样怎样 那个态度很好态度很好 然后他就想说 哇这个一定是主管有好好的教训他 所以才能够这样子 那后来隔州呢又运动的时候又遇到主管 哎谢谢你啊 你那个有跟你们那个小姐就是好好的教训一顿 所以他可能现在态度就变得很好 那主管就跟他讲说 其实他是跟他说 你他有称赞就是这个这个女众有称赞他那个 那个女的职员这样 哎呀你的服务好好哦 然后对人好亲切哦 然后那他觉得很满意 他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你有时候要人家去顺等你的意去做的时候 也要有一些技巧 也要有一些技巧 而不是就是对冲啊 对冲 那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智慧跟慈悲 那越处理事情他会把事情处理的怎样 越麻烦而已 越糟糕而已 那个根本就不叫做处理 那你如果有智慧有慈悲的话 对于很多事情就能够很圆满的去处理 当然有人说人生的事情好像没有这么样的圆满 没有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啊 没办法处理的地方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放下来 不是把问题带着走嘛 这个东西如果现在这个时空这个环境 这个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同学要听清楚 我们是讲的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那如果有办法处理 我们还是鼓励是积极的去处理 那如果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就先放下 那未来因缘性啊 很多东西 像人的心态其实都会改变 那很多东西如果我们自己先改变 别人自然而然就会改变 那那个当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可以改变的一个契机在 有改变的契机在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改变 所以这个当中还是要讲冷啊 冷啊 所以没有冷耐心呢 对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都很难成功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看过那个小朋友有吧 他们做的实验有吧 小朋友让他吃那个棉花糖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呢 能够怎样 隔十五分钟以后再吃的话 这小朋友未来的成就就比较大 所以人如果他很多东西就是太过于顺自己的意的时候 没有出现一些需要忍辱的外境啊 没有出现一些挫折的时候 往往都会变成什么 五则天 就是独霸一方 然后很多东西就是都顺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感觉在处理事情 那旁边人就很辛苦啊 这就是有会有种种的业力啊 所以我们自己很多事情必须要就是要沉浸下来 沉浸下来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忍辱就是最大的财富啊 如果当时释迦牟尼佛没有修忍辱的话 现在也不会去称博啊 所以我们对佛法的修行就是从忍开始 能忍辱难忍 还有难忍 所有事情不好做的 难做的 或人家的骂利 或是人家的垂打 或是人家恶口 人家的恶事 都能够忍 但是同學也要知道 我們忍也不是說 同學很多事情就是怎樣 不去處理 就是忍忍忍 不是這樣 忍也是要有智慧的人 像同學遇到有人插隊怎麼辦 一般的人就說 師父今天講要忍 師父講要忍啊 那就跟他插隊啊 這樣對不對 可是我們也不用很兇的跟他講說 你插隊 我們跟他說 假裝他不知道排隊從哪裡排 跟他說不好意思 那個排隊從那邊排 指點他一個地方讓他去排 那兩方都有這樣台階可向 所以不是忍 學了忍以後就什麼事情都怎樣 委屈求全 沒有這樣子講 所以我們剛才之前有講到 你要能夠稱為波羅蜜的背後都是什麼 波勒 如果沒有波勒的話 你所食的忍辱 像之前講的家暴問題 家暴問題算不算忍辱 有些人 你看有沒有 能忍難忍啊 難忍的事我都忍下來這叫忍辱 那不是這樣子講嘛 也不是這樣子講 我們之前教的是 任何不對的事情 我們就不讓他延續的發生 因為同學要知道 當對方打你的時候 你也是在放縱對方造業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有智慧以後 我們不會 不是說任何事情都是在忍 任何事情都在忍 而是我們對的事情 例如說 如果說有人要進來學佛的時候 那他有些東西他不太懂 他也不太會 那我們就會怎樣 給他一些時間 給他一些時間 曾經有一個師姐就說 他帶他女兒去那個道場 不知道哪一個道場 然後後面就有很多的老師姐 他女兒站的時候 那個老師姐就跟他說 你這樣站不對喔 要怎樣怎樣站 女兒就乾脆用做的 然後那個師姐又告訴他 你這樣做不對喔 要怎麼做怎麼做才對 那個女兒去一次再也不去了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 雖然看到人家有一些 好像不太合理 也不太如法的地方 好好講 給對方一點時間 這些都是慢慢來 所以冷冷不是叫別人冷 而是我們自己冷 今天學忍辱回去 就開始跟自己家的師兄講 師父說要忍辱喔 回去跟自己的太太講 自己家的師姐講 師父說要忍辱喔 跟慈戒一樣忍辱 這些六度或是五戒 其實五戒就含在六度裡面 這六度其實所作所為 都是在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好 好 那在一些經典裡面啊 跟論裡面都有提到有三種忍 好 這三種忍的話 其實在136月這邊 第三行的地方 也是有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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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謂的耐怨害人的 就是以無稱 無稱為性 對於一些願家 我們有知道 冤親在主嘛 之前有講到 冤親在主對不對 對冤家的話 或者是傷害我們的人啊 修忍辱行 然後讓自己跟別人不受傷害 同學 一般來講 如果沒有學佛法的人就會說 如果不忍辱傷害的是對方 怎麼會是我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學了因緣法 學了巴士 學了很多以後 我們發現我們對法界的付出 都會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開始看得懂了對不對 不然以前的話 同學想看看 我們在看到這句之後 我們就開始產生一個疑問是 不忍辱的話 一般來講是怎樣 對方受傷害啊 為什麼會自己也會受傷害 所以學了佛法很好用的地方就是怎樣 我們更有智慧 直到不是別人而已 我們自己也會受傷 就像之前講 曾經有一個 那個開會 那個管委會開會 你要去表達你的意見是可以的 可是很多事情其實有時候可以施幾下運作 會比在會議當中公開的去攻擊啊 或者是怎麼樣 還來得比較理想 所以像在有些地方我們去開會啊 都會有所謂的會前會嘛 我們會前把一些東西都講清楚之後 你開會就很簡單嘛 就大概是表決而已嘛 已經溝通完了 然後再來開會 開會的意思其實 有時候你如果不是在會前之前把一些東西溝通好 有些人會變成很多的事情 像有一個地方開會啊 那個就是我師父去開會啊 然後那一次我陪他去 開了大概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都沒有任何的定論 這就是你們之前在開會之前沒有雙方取得一個溝通嘛 那同學要知道啊 這個其實你本地的人開會還好 反正我就住旁邊 那事情很簡單解決 可是有些開會像我們是從外地過去的 還要搭車還要怎麼樣 那個你如果把一些事情沒有先解決的時候 那就是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把大家都怎樣 有些事情根本就是個人的一個問題 那你個人就是私底下趕快解決 那你把開會把它弄成就是大家都耗在那邊 那就真的是 或者是在公開當中一個場合你去反應 有時候也變成是一種攻擊 有時候也變成一種攻擊 所以要有智慧我們就看清楚環境 看清楚我們自己很重要 看清楚環境跟看清楚我們自己 好那第二個呢是安受苦冷 就是以精進的為性 那對一切的苦楚困境 困境 修忍辱行 那對一些的天災啊 人禍啊 身體啊 所謂的四大不調就是地水火風 地水火風不調 還有等等各種的各樣的苦難的情形 修忍辱行 這就是怎樣 菩薩能夠成佛的陰 像今天早上就有一個人傳來簡訊 他說他家師兄四點的時候中風 所以事情很難講 其實之前在就有跟他講過 其實我們在看事情看得比較長遠一點 因為他們夫妻兩個幫忙顧兩個小孩子 另外這個女眾的爸爸又生病 那也都要去幫忙看 這我們就知道 因為這兩個年紀也都大了 我們跟他說 你必須要把一些工作這樣處理一下 不能夠全部都照單全收 我們之前就跟他講 可是沒有聽進去 那覺得自己還可以做 所以就再繼續做 那那個後面像這個就是 其實他之前那個男眾 就一直常常感冒 這其實都是一種現象的呈現 一種現象的呈現 可是如果你沒有去觀照 對不對 我們常說佛法很重要 在觀照自己 觀照環境嘛 你沒有去觀照你自己的身體的時候 或者是觀照環境給你太多的壓力 給你太多的事情的時候 你沒有去處理的時候 今天學完忍辱 要想說師父講忍辱 那我就再忍一下就過了 再忍一下就過了 可是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的色身啊 還有某些人的心理狀況 沒辦法這樣子 所以所謂的忍 是忍你能忍的 就是一個範圍 一個範圍 那如果超越你能夠忍的範圍的時候 我們這個色身也是這樣 法身會命嘛 要好好愛惜他 就是要做一個處理 而不是人家說 哎呀 像有些人那個做媽媽們的 或是做阿嬤們 小孩子就我帶我帶沒關係 然後任何事情我來處理沒關係 那當然如果你的身體狀況很好 那都沒問題 可是你如果關照到自己的身體 開始不舒服或心理心情的部分 開始有些問題的話 就必須要做一個調整 雙方做一個調整 看是早上帶 晚上帶或是下午帶 那時間上 或是用什麼樣方式做一個調整 而不是那事情就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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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這沒有 你如果沒有去覺察到環境 覺察到色身 事情就會一直一直下去 這個一直下去 同學某一個部分就叫做輪迴啊 我們常常講佛法所說的輪迴 不是生死生死生死嘛 而是我們明明遇到事情 然後沒有去面對跟處理 然後讓事情一再的發生 這也是一種輪迴啊 那我們有智慧就是這樣 不要讓這個事情這樣再輪迴下去啊 好 那我們再來地查法忍 所謂的法忍就是前面惡忍的這樣所依止處 這些其實就是智慧啊 我們用智慧所觀照啊 所以同學看到其實第三個很重要啊 很重要啊 我們如果能夠觀察一切的諸法 一切的現象一切的受都是這樣無自信 同學一切的受是不是也是無自信 同學想看看喔 如果有自信的話 你一定會讓你充滿了熱壽對不對 今天出門一看到的都是喜歡的人 絕對不需要忍辱對不對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因緣系一切都是無自信 所以一出門不小心也會看到不喜歡看到的人 對不對 或者是有一些聲音啊 有些像今天早上搭那個 我們都是搭那個客運過來嘛 那旁邊就坐了兩個女眾 有些人真的是體力很好啊 就是沿路就是一直講話一直講話講得很大聲 那很簡單嘛 後面如果還有位置我們就去兩個後面坐嘛 也不用跟他有任何的那種交涉 所以有時候其實怎樣 有些現象我們其實是都可以處理的 都可以處理的 不是學完忍辱以後 哎師父說忍辱喔 那我就繼續被他吵喔 然後其實因為做那個搭那個大眾交通工具 像我們其實很習慣安靜 很習慣安靜 那那種太大聲太尖銳的聲音 有時候會覺得還好 那個聲音是比較不理想一點 所以我們自己就會做一個處理啊 那當然啊現在人都有耳機啊 有種種的方式啊都可以處理的 所以我們知道也這樣 今天有時候去不管去到任何地方 那個環境啊還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按照我們所想的時候 那首先我們是先這樣 能夠先靜下心來 先看看人家的想法跟看法 常常有些人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到了某些地方他就想要改變那個地方 有沒有 怎麼樣 一進這教室就開始 看一下哪些東西是不順他的意的 哪些東西是可以改的 哪些東西是可以變的 然後就開始做種種的建議 可是其實我們應該到了一個環境的時候 我們先觀察為什麼他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這邊的人的一些習性 什麼東西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做處理 而不是一開始進去你就要別人都聽你的 不可能嘛 尤其是你要改變別人的時候還是怎樣 自己要多做一點 自己要改變 那再來呢 如果我們知道一切都因緣的和合的話 那今天有這樣的受 我們也會覺得是怎樣 可能累生累世以來我們曾經有造作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今天有這樣的受 那我們這樣子就比較能夠去接受 比較可以去接受 那自然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才有更有智慧去面對這些的苦難 這些的苦難 好 那以忍來講 這邊後面都是忍辱的種類 有所謂的眾生忍 對一切的眾生呢 我們以慈悲心 不起撐腦 縱使受害也能夠加 不撐不加報復 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忍辱 他這裡面有故事 我們有故事來慢慢帶到 同學可能會更加更加清楚 那個待會兒會講 待會兒再把它延續下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忍辱的故事 怎麼樣叫做撐腦人中而得到忍辱 當至思維 一切的眾生有罪因緣 各相親愛 那我今受腦呢 意思是這樣 本形因緣 本形的因緣 也就是說累生累劫當中 可能我們也曾經腦害過對方 雖然不是我們現在所做的 那也可能是我前世的 所造的 那我精殘之啊 所以應當怎樣 甘願受之啊 哪何可逆也 就像是負債啊 那人家來討債 我們就怎樣還一還 所以是歡喜還債 不可撐也 那不可撐可是還是可以處理啊 那個如果我們有些某些部分變成 讓對方去造業的話 那也不太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忍辱的背後還是怎樣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今天例如說 人家在車站不小心踩你一腳 像我師傅 像剛才同學在問的這些問題 像什麼 深忍法忍啊 跟無聲法忍啊 深忍其實 我們人活著就有很多的 那個需要忍的地方啊 那法忍呢 如果我們要能夠求法的話 都還是需要一些忍啊 像之前講的啦 天經文法 有時候天氣太熱啊 有時候下雨啊 這些都需要忍 那再來就是我們 對於一些像打坐啊 也是需要有些忍啊 也是需要有些忍 那如果要正到無聲法忍的話 那就菩薩的境界 待會我們可以看到菩薩的境界 我們再來講 只是把這個身忍跟法忍的部分 大概先講一下 那我們回到這個課程當中呢 他這邊還是講到 你看像他有修行所謂的悲心 菩薩修行的時候呢 常觀一些眾生都會有重苦啊 例如說 一般來眾生他在胎 就是胎裡面的時候啊 那個是非常的瑕迫啊 那生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那個我們骨肉好像這樣 如破啊 冷風促生啊 所以我們出生的時候才哭得這麼慘啊 對不對 每個人大部分那個小孩子出生一定都是哭嘛 對不對 不會有人笑得出來啊 就是代表接下來還要面對的這些 那個 種種啊 種種的苦啊 所以小孩那個 剛出生的嬰兒呈現的就是這樣 哇 好苦喔 對不對 那所以佛常說啊 就是 一切苦中啊 生苦最重 生苦最苦啊 可是同學還記得生苦嗎 不記得嘛 那如果是生苦最重的話 我們生苦都忍過了 所以其他的苦這樣 也不算什麼 我們就換個角度想 所以如是老病死 這些種種的困惑啊 行人啊 就會更加的覺得苦啊 這在 例如說好像是在這樣 在窗當中啊 又被怎樣 刀去破啊 那就真的是很痛了 所以菩薩應該要自念 就是我們在遇到一些種種的苦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子如是念 這樣子想 我不應該像其他的人一樣 藏隨生死水流啊 我們應該逆流啊 以求靜緣 我們之前有學過那個十二因緣嘛 十二因緣就是從那個無明開始 然後種種的一些嘛 那如果你要破這個生死的話 就是要逆轉 也就是當明的時候啊 一切就怎樣 逆轉了 所以他當逆轉以求靜緣 也就是說 他不要在這三世當中 就是在做種種的輪迴了 他不要在這三界當中在做輪迴了 然後能夠入虐盤道 那一切的凡夫啊 只要怎樣 人家稍微侵犯 就是稍微侵犯他的一個容忍的範圍 或是怎麼樣 他就怎樣 起稱心啊 然後有任何幫助 同學忍辱 我們一般的認知忍辱是什麼 稱心嘛 對於人家侵犯的東西 我們會怎樣 產生稱心 可是忍辱其實還有很大塊的部分 在怎樣 人家稱讚耶 這個其實是佛法 佛法裡面才有講到的 一般的人認為忍就是怎樣 不好的事情才需要忍啊 好的事情幹嘛需要忍 對不對 一般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他後面講到怎樣 我們一般的眾生是這樣 幫助就歡喜 然後怎樣 侵犯就稱心嘛 然後到了部位 則產生種種的害怕 我如果身為菩薩 我的目標設在菩薩 不可以像他一樣 所以怎樣 雖然我們還有種種的煩惱 可是我們要有所抑制 這就是常常跟大家講 要收射自己的身心 要有時時的一個提醒 像有些奏戒 奏戒他們會有一些戒體 戒體其實有時候也會做一個提醒 欸這樣做是不是有一點太 應該要怎麼樣做比較好啊 這些都會有一些提醒 所以修行忍辱呢 如果能夠腦海不稱啊 靜養不喜 同學為什麼那個異觸不生喜 剛才看到同學充滿了問號 那個稱心的部分 就是不稱的部分大家很容易懂 可是不喜的部分 同學為什麼不喜 我們今天如果對一樣東西有產生喜心的話 下次如果沒得到會不會稱 對不對 就代表我們心動了嘛 或者是今天曾經任高官啊 或者是站中間啊 然後走前面的這些人啊 那如果哪一天呢 當大眾都不理你的時候 會不會稱 對不對 以前呢 我以前啊 站都站中間 然後講話也是最先講 然後走路也走前面 那為什麼你看 我退個休 你看這些同事 怎麼那麼現實啊 都不理我了 對不對 這起了什麼心 稱心嘛 也就是我們之前呢 如果對這個東西 我們怎樣 有喜心的話 後面怎樣 就有稱心的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所謂忍辱 為什麼叫做心不動 它就是看清楚了 人的所有的原始樣貌 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有沒有很了解 各位同學 當然不是指你們啦 就是大眾的一切的重點 當遇到一些好的禁的時候 起了一些喜心 可是當禁總是無常會轉換 轉換的時候怎麼辦 就起稱心了啊 所以我們不如在 很多東西我們講 看淡嘛 有任何的稱讚也好 有任何的幫助也好 或有任何的得到任何的東西都好 那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 我們不執著 不執著 所以我們可以相對來看 你看就是你要能夠忍辱 其實很相當的一個部分 也要不執著啊 對不對 好 所以菩薩如果見眾生來擾亂的話 這是我的親後啊 這是我師啊 所以一家親愛啊 盡心以待之啊 何以顧啊 毗若不這樣 重腦腦我啊 則我怎樣 不成忍辱啊 所以像現在有時候啊 一些寺院的一些運作啊 有些信眾啊 大部分都在成就師父喔 有沒有 大部分現在有些人去那個 去那個寺院 有些大部分都是這樣 有些他們還是帶了一些習性啊 所以師父都要修忍辱 要修得很好這樣子 所以這些成就的應該都是師父們 像我就舉例子 陳欣欣就是像我們法會準備一些 就是那個水果讓大家大眾用嘛 那有些居士 有個當中居士就是會準備 每次要準備很多啊 跟他講說你不用準備那麼多 因為還要包 對我們來講環保很重要 不要太多的那種塑膠袋啊 很多的那種 那講國語也不聽 講台語也不聽這樣 台灣國語也不聽這樣子 那就是要準備很多啊 然後可是那個很多水果 大家他沒辦法當天切嘛 都要前一天切 他又沒有辦法變冰箱 然後來了水果品質都怎樣 大家都覺得那個 大家都不想吃嘛 問題在這邊嘛 如果大眾都好 我們也沒意見 可是就有些人說 那個水果好像都有點吃 都有點那種壞掉壞掉味道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們到了試院 其實我們就發現 我們自己的習性 那有些東西 我們就以大眾的需求為主 而不是當然啊 這個居士也是很發心 要準備這麼多也是很辛苦 我們也是讚嘆 可是有時候我們會 一般來講 會適當時的一個狀況 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 其實不用太多的意見 人家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做 這個其實 也是一樣 像我們在處理法會的事情 也是以大眾的需求為主 大眾的需求為主 好 所以呢 如果能夠這樣 好好的就是對一些 不要加重啊 不要腦啊 加重腦啊 腦我啊 我就不能夠修成忍辱啊 所以如果大家的那個定力夠的話 自然而然這樣 當有重腦的時候這樣 我們也可以轉個念頭啊 然後做一個處理啊 不會產生很多的成形啊 所以還有再來呢 菩薩也心知啊 就像佛所講的 眾生無始啊 事件無際啊 往來這樣 武道啊 輪轉無量啊 我也是這些眾生的父母啊 兄弟啊 那這些眾生也是成為我的父母啊 然後兄弟啊 所以當來一兒啊 也就是說 當有人腦害你的時候 我們就想看看 累世累劫當中 可能也是成為我們的父母啊 或兄弟啊 好 所以呢 再來呢 我們也可以這樣 還有可以做一個思維是 眾生當中啊 眾生皆具佛種嘛 就是每個人都有佛性 都有成佛 成佛的可能性啊 所以我若稱義相之啊 則為稱佛 這就是我們之前說的那個 常不清菩薩對不對 每一個眾生都是一尊佛 那我們就對這些這樣 非常的禮靜 不會產生任何的稱行 好 那若我稱佛呢 怎樣 則為已了啊 所以很多東西 像這些鴿啊 鳥啊 也當成佛啊 今雖是鳥 不可情也 同學 一定會說 畜生到的畜生 那 他們會有所謂的 仁慈慈悲嗎 我們來看一個短片 聲音出不來哦 同學 同學前面有看到嗎 他殺死了一隻母肺肺嘛 那母肺肺的懷裡面還有一隻小肺肺 要 Quinso 阿富 一隻小肺肺 一隻小肺 像這隻小肺肺 這個位置 一個人的我 有什麼人的 我們現在看成佛 一個人的大股 人嘛 一隻小肺炒 每一隻小肺 一隻小肺 那幾隻小肺 到哪兒 到辣 來 搭拌呢 财低 达高 那是厂 好 好的 快 好了 你没izat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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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可以发现 我们对一般的畜生的观念是 他们就是比较凶狠怎么样的 可是其实他们也是为了要生存 因为一定要获得那个食物才能够这样活下去 那以他们来讲的话 最起码他们对于多余的东西的就是一些生命 他们还是会尊重 所以我们常说死法界当中 其实就寒色其他的死法界 死法界互相寒色 虽然是畜生道中的畜生 可是其实他们也还是有一念的慈悲 一念的那种佛性 一念的那种菩萨 或一念的种种 所以死法界当中的就是所谓的互相寒色 互相寒色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虽然是鸟啊 虽然是这些畜生也是这样 不可亲也 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人啊 就比较怎么样怎么样 人当中也有很多的那种恶行啊 对不对 可能比这个这支暴都还要不如啊 对不对 我们最近有些看到一些社会的新闻 那个做出来的事情 真的都还蛮恐怖的 那个都是三恶道当中 才有办法这样子做得出来的 可是人也是有些人是做得出来的 所以在诸烦恼当中呢 称为最重啊 那在不善暴当中 称暴最大 所以于节无耻重对 所以提佛答 那明然后问佛寄言 何物杀安稳 何物杀不悔 何物独之根 吞灭一切善 何物杀而战 何物杀无忧 那佛就回答 如果我们能够杀众生的话 只不杀称心的话 心才能够这样安稳 因为我们如果 对众生起称心的话 自然而然 我们的心也不安稳 所以常常说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所以佛经里面其实很多的东西 如果能够看懂 你在现实生活 你看一些其他的那种 你会觉得其他东西 写的东西其实还蛮浅的 因为佛经里面的那些 就是一些甚深意义的部分 如果能够看懂 其实就算同学之前觉得一些有些舒适很难看懂的 你在回头来看 你会觉得 这些其实跟佛法的一些比较 异理它可以这样相通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杀称的话 心不悔 那称为独之根 让他称灭一切则散 然后杀称 如果能够杀称的话 我们怎样 诸佛战 如果杀称则无有 所以你看他问的是杀什么 可是其实这样 他回答杀称 一般人杀应该是起的就是称心 对不对 所以菩萨思维 我今行悲 欲令众生得乐 那称呢 他能够吞灭一切善 然后 而且毒害一切 我担云和 行此重罪 所以如果有称慧的话 就是自己施交乐更利 那云和能令众生得乐 所以一般来讲 称心重的人 不会快乐 对不对 他动不动 他那个 一般称心重的众生 他的那个 理想 就是符合他的标准很小 那就好像是 同学有没有射过剑拔 他大概能够 他满意的 就只有那个剑拔 那个中心而已 所以你在怎么射呢 都怎样 那他会觉得很生气 因为不符合他的标准 不符合他的标准 所以当很多事情 都不符合我们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想 是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做一个调整 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 其实呈现也是我们的福报 业力因缘 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 好 那同学 我们回到这个 就是 跑步步的部分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这边众生忍 法忍 那在这个 法忍还有所谓的生忍 这个部分 同学可以大概去了解一下 那同学刚才有问到无生法忍的部分 在介绍这个时候 我们来讲看看 什么叫冷 什么叫冷 那个苏东坡很有趣 他也会修禅定 那渐渐有一些功夫的时候 再一次出定的时候 他就很高兴写了一首诗 因为打坐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有一些善进的时候 也不要起执着的原因 就在这边啊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 人家称赞你也不要执着啊 因为你称赞起执着以后 你后面就有烦恼嘛 那你修行修得好 那也是这样 那个佛菩萨跟你说 哎呀修得很好啊 所以那你产生一些喜心嘛 那可是也不要太过于执着啊 像那个苏东坡就是产生了执着性了 所以就开始这样 哇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这其实修禅的人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修禅有时候 他们当做到能量饱满的时候啊 很容易就起的就是慢行 哇 好了不起哦 啊 可是怎样 过不了多久就起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没什么好了不起的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他这边就说 起手天中天啊 豪观照大迁 八风吹不动 这是在讲他的定力 端坐子经年啊 就拆这些书筒过去啊 受给那个佛印禅师啊 那平平啊 你看我现在也做记子啊 啊 写了手诗啊 我看看我们的禅定功夫怎么样 然后佛印呢 看完以后就啵哧一笑 然后就写来一个 拿了一支红笔啊 在苏东坡的诗上面写了两个大字叫放屁 然后再教那个书筒带回去 然后本来呢 你看 有没有 你有执着对方怎样 会赞美 当你回来了 不如你想象的时候起什么心啊 称心嘛 所以我们就说 不要去执着赞美 也不要去执着一些善尽的原因 就在这边 因为当不合你意的时候 不如你想象的时候 就起的就是称心嘛 对不对 回来不是赞美耶 竟然是这两个字 就算不赞美就算也不要给我批这两个字啊 就火冒沾沾 哇这个佛印欺人太甚了 不赞美就算了 何必骂人 他现在就赶快来讲 过疆去跟他理论不可 然后佛印早就怎样 还知道他的习性了 早就怎样 赶快拍拍屁股走了 所以怎样 大门身所出游去了 在门板推了一个那个对脸 上面写着怎样 蛤不是八风吹不动吗 写一个屁字怎样 就打过江了 对不对 就冲过来啦 哪里叫做什么八风吹不动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八风 八风呢就是称 这些其实都在忍辱的范围内 我们刚才说 忍辱不是只有苦的事情 热的事情我们也是需要忍 也是需要忍 当别人这样 当面称赞我们的时候 总不免满怀的欢喜啊 那受到人家的激 有些激笑啊 有些人在嘲讽的时候啊 当面骂我们的时候 也是让我们觉得怎样 无限的羞辱啊 爱毁啊 像有些人就是在背后讲坏话 那我们也讲了啊 这些爱讲坏话的 其实你一只手只可以遮住一个人的嘴巴 两只手只可以遮住两个人的嘴巴 对不对 爱讲的话怎样 没办法遮住人家讲什么啊 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 听到人家讲那种不是真实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当作对方在讲什么 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听得懂吗 听不懂吗 对不对 对啊听不懂就算了啦 那欲呢 就是背后称赞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这样 不用真真自喜啊 那利呢 就当我们成功啊 很多东西很顺利的时候啊 我们也不需要这样 被觉得这样 产生一些执着性啊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其实的背后都是什么 因缘性嘛 都是累生累劫来的啊 所以才有这样的因缘啊 那我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执着性 那当你产在 如果你在高点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骄傲 不会觉得高兴的话 当你在低点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这样 就是万分的颓善嘛 也没什么好颓善的啊 很多东西这样 你的业力因缘是怎样 那我们当中努力嘛 如果能成的话也是因缘成就 那如果不能成也是怎样 因缘没办法成就嘛 我们再这样努力的修福报 再努力的修行嘛 那以苦来讲的话 如果当种种的烦恼呢 逼迫我们的身心难以承受的时候啊 就深感人生其实一大的苦惧 那热瘦呢 我们身心过得非常的这样 四亿 四亿就是这样 合我们的亿的时候啊 我们就认为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一种享受嘛 啊所以人 就大概都是这 被这发疯怎样 情绪就这样 开关交给别人嘛 人家称赞 人家积赞 就是种种的机会啊 然后赞美啊 我们如果得到任何的顺境啊 或逆境啊 我们就这样 开关都交在人家手上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经典当中有很地方在讲忍辱啊 像长安安静里面的战斗品里面有讲到啊 如果修忍辱的话 就是不行这样 逐报 就是不会是突然这样子 或是让人家产生种种的那种不快啊 所以我们会常常去称赞能忍辱的人啊 若有智慧的人呢 想要弘无道啊 想要弘佛法的话 应该需要冷漠啊 不要怀那个真 愤啊 愤还有讲真啊 去跟人家做种种的争辩 去做种种的争辩 那再来呢 忍辱为第一 佛说怎样 无为为罪 无为罪嘛 一切本来就是因缘和合的嘛 那一般来讲 你要能够修到忍辱 修到最好 其实最大的就是这样 无我嘛 对不对 同学如果无我的话 人家称是在称谁啊 人家在骂在骂谁啊 人家在那个我们得到的东西是谁得到啊 无物啊 对不对 没有 如果修到最后面无我的话 同学想看看 就没有这些问题啊 啊像佛菩萨他就是能够修到这样的禁忌 所以当那个善提仙人被割结身体的时候 他能够不起称心嘛 因为没有我的话谁在起称心啊 好 好 那于潔师弟论里面有讲到 什么叫忍辱 有三种情这样相应 一个是这样 不愤怒 第二个这样 不抱怨 就是人家欺负我 那我这样记得 然后到时候复仇 这个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 就突然跑来跟我说 我曾经 我把某某某的一个什么 好像游戏机给他丢掉了 那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总有原因嘛 他说因为他骂他 他骂他而且这样游戏机不借他 所以他这样就把游戏机就等下把他丢掉了 所以很多人的一些行为 他的那个行为的背后就是这样 掀起了愤怒之后呢 然后再就是这样 有冤抱冤嘛 就开始抱冤了 那这个有这样的心 然后后面就是这样 业力嘛 那第三个就是这样 不怀恶 我们对众生不要 要怀恥而不怀恶 好那四二大圣论里面有讲到 又如果能够灭尽这样 愤怒啊怨愁啊 即能这样 善助致他安稳的话 就为忍 忍就是这样 对这些 会起称心 这些其实 愤怒怨愁 这些的背后都是这样 称嘛 都是称啊 那如果能够灭称的话 我们就能够安住 然后能够这样 我们也安稳 别人也安稳 所以当我们心有任何不安稳的时候 其实应该怎样 我们回头看看 是不是有起了什么 称心啊 是不是有起了什么 怎样的心啊 是不是要做一个处理啊 那大圣专业人经论里面有讲到一个是这样 一不报 二耐 三智 这三个能够这样 忍自信 所以 这个不报 我们就不要这样 这边所说的不报冤 第二个这样 耐啊 第三个要有这样 智慧 第三个很重要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自然能耐 然后能不报 那刚才有同学问到无身法忍的部分 这边就是菩萨的释法 那诗意梵天所问经里面 其中有一个卷 卷一就提到 释忍就是菩萨的释法 那第一个是这样 得无身法忍 无身法忍就是 一切的诸法这样 自信空极啊 本来不生啊 那菩萨正死法 自然能够怎样 出怎样 毁犯境界的罪 就是你能够 关照一切本来这样 不生不灭啊 那一般的众生 就是因为一念的无明 产生了种种的执着 产生种种的业力 然后就开始在 就是八四动了以后 八四转了以后 然后就产生种种的认为 根根成交涉这些东西为真实 抓取这些东西 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 那我们如果知道 能够赠得就是 我们知道这八四所动 都是一些虚法 都是一些幻化 都是一些幻化的话 自然怎样回归到我们的智慧 回归到真乳的部分 自然能够怎样 赠得怎样 无生法人 无生法人 所以这是菩萨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好 那再来得无灭人 那无灭人就是怎样 一切的诸法本来无生 既然无生怎样 就无灭 那如果菩萨能赠得此法 就能够这样出这些其实都是出毁犯境界的罪 那再来得因缘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想法 来灭除我们的称心 灭除我们的称心 知道一切本来就不生 知道一切本来就无简 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 那再来这样 不注着于任何的法 也就是对任何的 刚才所说的八分 我们也不执着 人家称赞 对呀对呀 人家骂 嘿嘿嘿 也不要去任何的抓取执着的话 就能够这样 也能够正得此无助之法 所以菩萨的话 他能够深知 这法界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样貌 他知道 法界本来就是这样子运作的 所以自然而然 他对这些 不管是称赞 或者是毁骂 或者是等等 他自然而然这样 用一个比较超脱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自然而然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他 心也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动 那一般的众生就是这样 任何一个进来 就开始这样 心就开始一直动一直转 一下高兴一下不高兴 然后情绪起伏 同学情绪起伏很大 我们之前有讲到会很耗能量 会很耗能量 这样的众生 常常都会很累 他身体状况一定不太好 身体状况会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消耗太多能量 我们刚才在讲说 有人去打漆啊 那刚开始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身体状况 就是会 这边痛那边痛啊 会有一些调整 那是因为我们 唯有借由打蚕漆 能量能够保 能够去修复我们身体的一些 比较弱的地方 比较弱的地方 冷气如果太冷 可以稍微调弱一点 或者是风不要这么大 做一个调整 那所以经过禅修之后 我们自然而然 就是能量保了 他在修复那些 比较弱的地方的时候 自然就会 那个地方会消有一些酸痛啊 所以这个也是法忍啊 我们能够忍就是让他修复嘛 让他做一些的修复啊 好 那忍辱波罗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136页 我们把就是这 刚才的那个 抛风里头没讲到的部分 我们再补一下 再补一下 这个前面同学是大概能看的 学佛之人为户借法 众有打骂也应该没受而不报 不要去报仇啊 有些人都会记在心里 记在心里 然后就会行种种的 比较不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啊 那个是不是那个插座又没开了 那个帮我看一下那边的插座 怎么突然关掉了 插座有插吗 有开吗 没有开 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刚好是在上课本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持戒 持戒当中也是需要忍辱 其实同学觉得这六度当中 一般人会认为这六度当中就是个行其事 我们布施就是布施 持戒就是持戒 忍辱就是忍辱 然后精进就精进 禅定就禅定 波罗就是波罗 但是其实同学这六度当中其实也是互相寒色 我们之前一直告诉大家就是 同学在学佛法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一项一项的分开看 而是要把很多东西互相的融色在一起看 当你在持戒的时候需不需要忍辱 开玩笑 对不对 很需要啊 很需要忍辱 有时候持戒当中一些称心意气 那个可能你的戒就没办法持 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就是说各六度当中 可是这各六度当中也是我们之前有说 像你布施需不需要忍辱 布施要啊 对不对 要不然啊好力 对吧 人家说我不时接来之时 所以布施当中我们有时候人家 你拿了这个东西我们好像不太切实戒 你会不会起称心 我好心好意要拿给你 你还给我闲东西怎么样 那个又起称心了嘛 对不对 所以布施也需要怎样 忍辱啊 对不对 那你要能够精进啊 你要能够入禅定 那更需要忍辱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同学不要把六度分开看 六度其实当中的任何一度 就寒色其他的五度 好 所以这边有讲到啊 以倒数第四五行的部分 以约功德而故啊 因为能忍啊 忍忍啊 很多东西其实都要忍忍啊 然后才能够互借清净而无过失啊 又因为能忍故啊 所修的善法才能够这样 通通都能够成就啊 对不对 刚才的讲的其他五度 都通通都需要忍辱啊 没有一度是这样 我不忍辱我就可以修成了啊 对不对 所以经中有说啊 除了忍辱以外 其他也都是一样啊 像你要吃忍辱 也是也必须要有布施的那种 那种心态啊 都要啊 也是必须要慈戒啊 同学忍辱需不需要慈戒 对啊 啊忍辱是不是就是一种布施 相对来讲 对不对 布施给人家一种安稳的 不是那种撑脑的心嘛 对不对 所以 这其实我们在讲一度的时候 同学就可以寒色其他的这样 常常有人说 举一反多少 不愧是师父的徒弟 通通都知道回答无量了 对啊 你要举一 讲了要慈戒就慈戒 忍辱就忍辱 那那个可能就比较 没办法 就是互相的融色了 所以还是要怎样 要能够举一反无量 好 所以他后面讲到啊 秤为三读之一啊 如果一念秤星期 怎么样 百万战门开啊 同学秤星期的时候 所有的六度 有没有任何一度可以完成啊 没办法 那五戒当中也是没有一戒 可以辞成功啊 所以秤之心中的这样 火啊 能烧功德领啊 所谓功德 雄爵又觉得哎呀 功德重福天啊 可是怎样一秤星一起啊 就火烧功德领啊 所以这是修行当中的大战 很大的障碍啊 所以要修忍 忍辱啊 就能够去掉这样 秤星啊 那也有一些 有言啊 万事成于忍 家庭也是一样啊 公司的事也一样啊 家庭的话 彼此互相的相处也都一样 都需要一些冷啊 因为每个人的 例如说作息不同啊 像我就曾经听过一个 一个 媳妇在抱怨她婆婆啊 她婆婆都大概三四点就醒来了 然后三四点醒来 然后就开始 会习惯去她的 她的那个院子去搬东西搬进来 然后搬来搬去 搬水啊 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然后大概三四点醒来 她们也就全部都跟着醒来 所以要不要冷也是需要啊 人跟人相处其实都是一样啊 难免会有一些声音啊 难免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互相的一些妨碍啊 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很多东西可以处理啊 像现在耳塞有没有 越来越发达了 因为现在人其实都很怕吵 现在人睡眠品质也不好 所以耳塞就是那种种类超多的 同学可以去那个药局找找看 非常多 我们自己做一些处理嘛 不过现在也是有个问题 叫说当你要调闹钟以后 可能也听不到 就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过得舒服一点 也很多东西可以慢慢的做一些调整 一些调整 想办法解决 那这边后面举了一些就历史的故事 这个韩信能忍这样胯下之乳 所以能够在绿下大汉的一个熏功 那舒情能够忍怎样 追赤之苦啊 所以能够挂六印的相印 所以一般的世间法都是这样子 世间法是不是你要能够成功也都是需要忍啊 何况是修出世间法 所以不是哎呀佛法好像特别严苛耶 其实世间法你要能够成功还是一样啊 也都是需要这样啊 好所以他后面有讲到那个忍辱先忍啊 那我们现在到第四个 精静 精静的部分 精静的范语叫做毗离叶 这就翻为精静 精就是精准心无恶杂 静就是这样 深静 所谓不懈怠 不懈怠 我们想看看 我们要能够成菩提心啊 要能够就是有所成就啊 都需要一些时间啊 一些那种努力啊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精静的话 一般的人都会 今天有空 今天有时间才来 今天天气好才来 今天很多东西就没办法 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要求 像我就曾经听过有个班上 那个法师好像要求要做回家功课啊 那同学有些同学不做嘛 然后那个法师念了几句以后 听说当天那个隔周以后 那个班上的同学少掉一大半 所以 所以这个精静就是一种提醒啊 有时候人家的 如果是出于善念啊 善念啊 不过现在的人因为普遍工作压力也大啦 然后 社会面对的也多啊 所以这部分可能也有 这也有大家要回去做功课的一个烦恼啊 所以我们尽量是大家就是放轻松来听 放轻松来听 然后能够吸收多少就是多少 像有一个师姐很可爱啊 她去学书法 那个师姐大概也应该差不多快七十岁了吧 她还认真去学书法 然后她那个书法老师也是出很多功课 然后前一阵子她跟我讲说 师傅你知道吗 我终于鼓起有气去跟我书法老师说 我能不能不写 然后那个书法老师跟她说好 然后她就安下这颗心了 所以其实就看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了 自己决定了 很多东西要求其实也是别人在要求 那我也有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最重要的 然后不需要人家要求 就能够精进的话那更好 就像同学小朋友读书啊 我们之前有讲过啊 你如果能够养成她想喜欢读书的话 你要不要你需不需要一直要求她读书啊 她可能读书当中她觉得很多的乐趣啊 对不对 所以她回到家里她就这样 马上去看书啊 因为她在里面很快乐 如果说一般的现在的学生是这样 被逼迫一定要读 然后要做功课 一大堆的功课 现在开始有一些老师都出来抗议了 说学生呢一天当中上课啊 然后回家做功课啊就花了多少时间了 然后这当中呢 她也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好像 像有一个去国外读书的回来就抱怨了 她说她觉得台湾在台湾读书的小朋友要做职务 职务才可以读得下去 对不对 她说她早上呢 她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看到同学很高兴打招呼那都很好 可是在台湾呢她只要进这个教室讲话就会有那个班长跟那个风济鼓掌点名 对不对 就写名写在那个黑板上 然后上课呢40分钟都不能够动啊 都只能坐在那边啊 然后很注意的听课啊 然后不管那个课她喜不喜欢听 她还是要在那边坐40分钟啊 现在小学生其实就开始羞忍辱了 所以 可是这样的学习效果其实说真的是有限 有限 像如果能够引起小孩子的兴趣 那个会比较重要 只是说现在的资源可能有限 不过未来的那个小孩子越来越少嘛 那相对老师就可能带的就比较类似小班制了 那个发展空间就比较大 要不然以前 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好像一般都大概一样 一个老师配40几个学生 50个学生 那个真的也是没办法处理啊 尤其老师也是很辛苦啊 回去还要改功课啊 还要做什么一大堆的事情 所以 这也变成是一种这样 可以改变的地方啊 可以改变的地方 未来人数越少的时候 老师就可以有一些个别差异 那不过真的叫一般的小学生这样子做40分钟都不能动 真的很辛苦啊 像我们不要说小朋友啦 大人也受不了啊 有些大人啊 我曾经看过一个橘子啊 他很可爱啊 他就是坐不住 然后我们跟他讲说 没关系啊 如果你就是说坐不住的话 你可以站在后面听佛法 然后你可以做动作做运动 我们都可以接受 所以小朋友也是一样啊 他本来就很好动 你叫他坐在那边坐40分钟 怎么动得到 对吧 所以这种就是一种 一种善巧啊 善巧 那那个小朋友 他是接受心理辅导 因为他从国外回来 然后 然后国小很不能够适应 所以他后来又回去国外 他说他再也不会再回到台湾读书了 所以这其实也是给台湾的一些教育的一个一个省思啊 人总知道有一些省思才有一些进步嘛 那以精进来讲有所谓的分成三个种类 有所谓的披甲精进啊 还有这样 披甲精进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讲到137月的第二是第五行的部分 菩萨发心呢 不怕困苦啊 能够这样勇往实前啊 就像战士披着那个盔甲 那自然而然这样有恃无恐啊 这个很重要的是在讲自行啊 也就是你自己要发心啊 自己要精进啊 对不对 而不是别人拿着鞭子啊 拿着什么东西在这边勉强啊 勉强 人家说强摘的果这样不会甜嘛 所以要自己要知道重要啊 然后才会强要啊 就像刚才说小朋友一样啊 他读书 他觉得读书很快乐的时候 他自然会去读 你不用去强迫他 所以之前有举例子啊 有图书馆办那个看小朋友读几本啊 谁读最多就赢了啊 对不对 然后就有小朋友一直读一直读 人家那个国外的图书馆马上跟他说 你叫他那个小朋友退出比赛耶 因为他说这样的小朋友不是他们要的 他们今天图书馆办这个活动是为了 让小朋友养成读书的习惯跟喜欢读书 而不是像我们国内这样子 有没有 就是强迫每个小朋友都要读书 强迫每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其实你如果去过去日本啊 或是那个他们像台湾的话 他们在那个捷运站 大家都是在看手机对不对 你去日本的话他们都在看书 都在看书 他们会在车上看书 其实从他们小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他们小时候就开始喜欢读书 所以这样 你不用强迫他读书 他自然而然就会去看书 因为从这个书里面他得到很多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应该是要教会小朋友 怎么样去在书当中得到他的乐趣 在书当中得到他的乐趣 像同学也是啊 佛法也是一样啊 如果在生活当中 你得到一个注意之后 你才会觉得佛法真的很好 而不是一个文字而已啊 文字的话 念太多读太多对于大家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嘛 他就是个名字啊 就是个有些人追求名词上面的理解 理解其实也没有用而是要做 那第二个是这样 设善精进 好的事情我们要做啊 我们之前有讲说精进不是只有精进啊 要善好的事情 那还有再来立乐精进啊 自己未度啊 先求这样度人啊 这是菩萨的本愿 本愿 所以能够这样立意劝化 不疲不倦 这就是所谓的立乐 那重点就是在化他 化他 那普贤菩萨像那个师父啊 李群师父就在其他那个文化广场那边有讲 就是在讲那个普贤恨怨品啊 那里面就有讲到所谓的众生借敬 众生业敬 众生烦恼敬 我此恨怨哪尽 就是如果能够这样 他的发愿就是这样 要度尽一切的众生啊 而众生呢 借乃至于这样烦恼无有尽 我此恨怨这样无有穷尽 所以念念相续啊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倦 所以为什么之前跟大家讲 磁界啊或者是六度的心啊 不要像是背条纹这样子啊 而是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提醒 我们自己起最众生有磁心啊 然后了解整个法界的一个概况的话 我们自然这样不会起任何的脑心啊 而是要从理解跟生活上面的种种的物去做起 而不是就是背条纹啊 哎呀我这一条做不到 我那一条做不到 那当然你一条一条看当然都做不到 那我们就从我们培养我们的磁心做起嘛 把它变成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 这就是一种精进啊 好同学我们休息十分钟 所以同学我们在精进上面 其实也是需要智慧嘛 这样138页的部分啊 有些人他精进可是请苦行啊 那以佛法修行到后面 他也是说苦行非道 苦行不是究竟之道 所以很多东西的背后 其实都是需要精进啊 那一样我们唯有精进 然后在布施上面才会有持续嘛 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举一反无量的原因 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的一个融色 同学可以去稍微去想一下 那那个就是在精进上面 又跟前面的持戒的部分 持戒需不需要精进 当然要啊 不然你今天持明天不持啊 对不对 那精进也是需要忍辱啊 你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那时候总有要面对一些 就是你可能觉得啊 像是打残妻啊 或是我们要诵经啊 都是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啊 才有办法成型嘛 所以那当然如果在禅定的话 更需要精进啊 那剥了你唯有精进 然后才有办法这样到剥了嘛 所以很多东西都其实都是互相含舍 同学可以去想想这六度当中的彼此之间的观察 在执行上就会更加的贴切 佛所讲的六度啊 那如果拆开来看的话 布施的时候就是布施 那就可能在一些考虑上就会比较失去他的周全度啊 好那再来第五个禅定的部分 禅定 那一般翻译就叫 泛语叫禅纳 那有些经典它是翻成禁律啊 所以同学看到禁律的 其实就是指的就是禅定的 那禁呢就是这样 心体即禁 那律就是怎样 就是审查思虑啊 那同学要能够达到那个禅定的话 同学想看看需不需要布施啊 需要啊 你如果没有做一些种种的布施 可能为生活上面都已经忙不完啦 没有一些资粮在嘛 那你如果没有去行布施 与人为善的话 那可能很多东西的业力因缘也比较没有办法成熟嘛 所以你要能够修行布施是一个基本的资粮 是累积你那个禅修的一个资粮 那当然啦 你要能够心能够寂静的话 当然也是需要持戒嘛 我们刚才说 持戒的话才能够怎样 自己吻别人也吻嘛 那才有办法进入到禅定 那也是需要忍辱啊 有种种的人 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啊 才有办法 例如说有所谓的僧人啊 有所谓的法人啊 这部分啊 也都要去做才有办法进入到禅定当中啊 那也要精进 不然的话同学今天听课 明天下礼拜 然后就有种种的盘算啊 可以干嘛 可以干嘛 那就是你自己的轻重缓急的嘛 所以一定要有精进才有办法这样 也才有办法入禅定 好 在这边他禅定分成三个种类 一个是世间的禅 一些世间的禅 就是这样 色戒啊 无色戒的 四禅八定 这是一般的凡夫啊 这个世间禅又称为凡夫所行禅 就是一般的那种世间的凡夫啊 那如果你要出世间禅的话 就要修所谓的六庙门啊 十六特圣啊 那还有很多的观念啊 或者是寻修啊 那当然啦 每个人那个法 就是那个跟基不同啊 那就会有不同的修法 再来呢 还有第三个是出世间的圣上禅 这就是怎样 自信等九种的大禅 这就是佛的大定 佛的大定 那再以功德来讲的话 如果你能够修禅定 才能够怎样 引发禁律 那最终能够开悟见信 好 所以同学之前 说 师父说的好像 前面所说有些东西是怎样 做不到 做不到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同学都还没修订啊 听课是一回事 那但是在当中的那个修订 你才能够达到某些的 某些的一些就是境界 某些境界 这里面有些写的东西也是境界 就是你经过修行之后 可以到达的一个境界 那不是听课就可以 我就做得到了 那当然如果立根啊 或者是累世累劫 他已经修很多的话 那当然可能有这样的境界没有错 可是一般的众生的话 还是需要就是在修定部分 然后才能够达到一些 一些就是之前所讲的一些境界 那如果能够禅定对质的就是我们这颗散乱的心 我们这颗散乱的心呢 因为根根层的交涉呢 常常就好像这样 同学心常常被比喻成猿猴 还有人脱疆的马 叫他不要想这个 像心理学就有做过实验啦 跟同学讲说 同学 现在开始都不要想灰熊 灰色的熊 结果现在同学每个脑袋冒出来都是灰熊 对啊 这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这颗心有多么难管 叫不要还有偏要 好 所以学佛的人呢 他就算还没有 这样献正三昧 可是一些经历 一些经历 我们平常识的那些种种的 能够分得清楚 其实以现实生活当中 所展现的定义 就是能够分得清楚轻重缓急啊 什么东西是怎样 不重要的 好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割舍啊 好 同学为什么常常学心散乱 好 就是我们常常都把很多东西搅在一起想 好 既要这个又要那个 然后有一大堆的东西 哎 哎 例如说就以待会来讲 哎 我要先去哪里 然后再去哪里 再去哪里 好像一下子就要把所有事情都办完嘛 有没有可能 好 没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 定力的在生活上展现就是这样 我们分得清楚什么是轻重缓急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们就先办 好 那甚至于就是 像师傅常常讲的啊 一日之际在于是什么 哎呀哦 你们这些人都是师傅教过的 再问也问不到 所以越来越有智慧了 我们前一天如果先处理好的话 隔天就不会乱嘛 对不对 然后像有一个有一个人演讲他就说啊 他呢出门的时候就忘记带钥匙 忘记带钥匙 然后钥匙他就说从那个玻璃窗那边看进去 还可以看到他的钥匙就在那边 然后他那个时候回到家是半夜 然后隔天又要马上又要去那个机场 然后他就开始描写啊 然后又看得到钥匙 可是都拿不到很痛苦 对不对 然后他就开始想如果要找所降来的话 哦 那半夜所降雨可能是这样 不会服务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开始跑到地下室呢 就开始把他的那个那片大玻璃给打破 打破以后呢就进去一面 然后就拿了钥匙以后 然后心还在一直在想说哎 待会那个那个玻璃破了也很麻烦 明天要找人家修什么什么一大堆事情 有没有心又开始杂乱了 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想嘛 对不对 然后隔天呢去机场的时候呢 没有带到护照 然后又开始怎样 开40分钟的车回去拿 然后回去拿之后然后又赶到机场 然后整个开始就是这样一片的混乱 所以如果同学一记一天当中 你能够在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 有没有这些问题啊 从钥匙如果有带的话 我们心就比较 就开始可以开始准备行李做什么 就不会忘记带护照嘛 对不对 所以你开始心乱了以后后面怎样 整个都不对了 行程都不对了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要保持我们的定心 哦 该准备的怎样 前一天我们就先准备好 隔天就不会慌不会乱嘛 好 要不然像这个人这样子 哦 我真的是很辛苦 对啊 好 所以也是需要定力啦 同学不要觉得日常 那个禅定是在入 那个就是禅住的时候才需要的 我们日常生活不需要 很需要我跟你讲 对啊 要不然有时候听到一些东西啊 哇 那个脾气就来了 或是有时候面对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心就会又开始乱 所以要能够八风吹不动的背后是什么 定力啊 哦 如果没有定力的话 稍微来个这样 小小的风就不晓得被吹到哪里去了啊 那这边他 那像他下一个讲次讲的就是那个净土法门啊 那这边的话他因为有分时钟 同学如果有对净土法门有兴趣 之后再进修啦 自己再去进修啦 那那个部分我们就跳过 好 那以波勒来讲的话 波勒就是怎样 智慧啊 一般人所说的智慧 我们刚才说的 嗯 布施需不需要波勒 需要嘛 现在同学都会 开始会有一些贯彻 然后融色的一些想法 慈戒需不需要波勒 需要啊 要不然都一直叫人家慈戒呢 或者是慈戒当中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也没办法慈得好啊 那忍辱啊 精进啊 禅定这些都需要波勒 那什么叫做波勒呢 也就是心无所着 像四面火 同学有没有看过四面火 应该没有很少啦 我们的 就是把 不是四面佛 是四面火 放火的火 我们把我们的烦恼有没有 犯了四面的火 然后全部都烧光光 这就叫做波勒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这样 不执着 不懒着 有些人会执着于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在大波勒经里面 有一个巧遍学品 若菩萨摩赫萨呢 四己所有的功德善根 就是认为 我有修到哪里 我有任何的善根 那像 就是他举这个青鱼菩萨 这个大菩萨 同学要知道啊 这经里面所举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一个慈悲视线 不是说 哎呀那个菩萨还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这样子 而是他很慈悲视线 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会有任何的问题 就会有一些问题在 他就常常 他就跟人家讲 他对这些其他的大众都会讲 哇 能够修行不失啊 我能持戒啊 我能够安忍 精进 然后禅定 然后波勒 你们啊都不行 你们都做不到啊 我能够安住 内空外空 内外空 空空大空 圣意空有为空 一大队空空空空 好到后面 等一下 后面重点是这样 你们不行啊 都是这句话 如果他真的能够住在这些空的话 他就不会说别人不行了 如果说别人不行 代表他自己这样 一点都不空啊 因为还有所执着啊 怎么会有 怎么会空呢 对不对 还有所障碍嘛 有所执着 那时候你看 他大家说了这么多 我可以怎么样 你们都不行的时候 你看 那个魔啊 开始很欢喜啊 啊 这个菩萨是我的伴侣啊 为什么 他要轮转生死啊 没有出气 你也执着 有些人说 我执着于六根六成交涉 然后不能够出气就算了 我 我对佛法的部分 我很精进 我很这样子 为什么我不能够出气啊 同学 当中 是不是念念有我啊 我可以 你们不行耶 对不对啊 连法空都没有做到 然后怎么能够这样 对不对啊 除这轮转轮回的生死啊 阿罗汉 阿罗汉 阿罗汉最起码有正道我空啊 对不对 那这个菩萨呢 念念有我 我可以怎么样 你们不行 念念有我怎么空啊 怎么能够这样 跳脱轮回啊 对不对 所以一看 我们常常说 有些很可爱的那些 那个众生 不开口就好 开口就知道程度在哪里 我怎样 我可以怎样 我会怎么样 哎呀 念念有我 阿别人都不行这样子 对啊 好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回到 那个139页 波罗的部分 波罗呢 有分成三种波罗 一个是石像波罗 石像就是怎样 众生本来就具足的 我们要知道在那个 同学还没有开始轮转之前 十二因缘当中的 无名之前是什么 名啊 名就是所谓的真儒啊 因为我们的一念无名 才开始轮转 所以呢 众生怎样 本来就具足真儒了 而且也是怎样 离一切虚妄相 离一切虚妄相 这就是所谓的波罗 好 这就是所谓的石像波罗 那再来观照波罗呢 就是用怎样 观察照见 石像离 离体的波罗 例如说同学 如果能够正到无我的话 就不会念念有我啊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知道一些 那个法界的真实像 到底是怎样啊 好 这就是什么 证实字啊 能证 同学是能够证到那里的啊 好 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方便波罗 因为同学想看看 如果是石像波罗啊 或者是 其 一些 所谓的石像波罗 其实它本身就不是文字 文字可以形容的嘛 那但是呢 众生呢 如果没有文字 没办法去了解 什么叫做波罗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方便波罗呢 让同学大概能够去理解跟了解 好 那再来140页里所讲的 修波罗以观照哪样 证实字 怎能够得大觉 大觉悟啊 同学知道波罗是佛母喔 所以同学如果要究竟成佛的话 都要修波罗 都要修波罗 波罗就是怎样 一切这样 皆不值 皆不着 我 像刚才那个 虽然他有 他是精进啊 是在修行佛法 可是他有个怎样 喔 我在修佛法 我在这个部分 空的部分 我可以修啊 你们不行啊 这就有所执着啊 这就不是波罗了 那以波罗对字的就是我们的余痴啊 余痴无名啊 余痴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那个清余菩萨他就是为了 他就是念念当中都是这样 有我嘛 念念当中又是有我 这就是一种这样痴啊 余痴啊 本来一切这样 轮转当中 我们第一堂课 之前所讲的很重要的那个三法印 有没有 三法印的部分就是在讲这个啊 一个就是讲 诸行无常嘛 诸法无我 虐叛极尽啊 所以所有课程其实是这样 互相含 也是一样互相含舍的 好 后面来修万恨哦 这就是菩萨行啊 菩萨行就要修万恨 万恨就是这样 呃 四横四愿 这叫四横四愿 四横四愿 第一个是这样 度无边众生 也就是这样 众生无边这样 试愿度啊 烦恼无尽这样 试愿断 法门无量这样 试愿学 佛道无上这样 试愿成哦 同学要背得很好 那代表这样 嗯 很有精进力哦 嗯 这当中的话我们就 同学 之前问过同学 为什么那个菩萨要修无量的法门 欸我又不修生文圆绝 我干嘛要学生文圆绝的法门啊 因为我要度众嘛 你不知道他的法门怎么度他 对不对 所以菩萨的一个 一个一个要度所有的众生的心态呢 他是这样 所有的法门他都学 无量的法门都学 那后面这个其实就比较好 其他两三个比较好懂啦 我们也之前一直讲菩萨跟众生 就是讲一体两面嘛 因为有众生存在所以才有菩萨 如果没有众生存在菩萨就不需要存在啦 那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烦恼啊 人的烦恼实在是太多种了 所以这样 好 尽量我们也可以用智慧的方法去处理 去处理这些烦恼 好 这就是菩萨所发的誓弘誓愿 好 那下一讲的话是净土法门 我们跳过嘛 我们直接到159页 无人应有的警觉啊 好 162页的部分 世间本来都是无常的嘛 我们之前对无常的部分有做了很多的诠释 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其实念头也一直在变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啊 我们这些 其实也都一直在变化 只是那种太速度太快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到 所以我们觉得好像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像我的存在 可是你细细的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我其实也一直都在变啊 对不对 我的每一分每一秒 其实都一直都在变化啦 好 像我们 那个生物 生物像现在不是细胞 研究细胞吗 大概几分钟几秒钟 甚至细胞都一直在匀 好啊 所以身体也都一直在改变 只是我们没办法觉察 我们的想法也一直在变啊 所以很多东西怎样 都是这样世间的无常 那以气世间来讲就是怎样 沉住坏空 沉住坏空 由无到有就叫做沉 然后到了怎样 饱和 就是到了一些就是能够存在这个世间 就叫做住啊 那再来呢 那开始这个东西开始这样 变坏了 就叫做坏 同学 呃 柱就是它 开始成型了之后叫做柱嘛 那再来呢 变坏 变坏同学要知道 这个变坏不是后面才变坏 是它一出生 其实就开始变坏了 好 要了解这个意思啊 好 像我们这个设身啊 越来越这样 从成长来 然后到那个 呃也是一样啊 这从有气世间的东西啊 当然我们是有生命的啊 那这些像这个桌子有没有 同学 同学 这个桌子开始做好以后 就开始这样 越来越旧了嘛 对不对 它第一天可能第二天 你还看不太出来 可是你把它放一个礼拜 你就可以发现 上面可能也开始有一些黑色的啊 或一些痕迹在了嘛 所以当它一做出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已经开始这样 在变坏了 好 那坏在后面就是 至于到无就是所谓的空啊 那我们之前一直讲啊 其实以佛法大圣的佛法的空 不是单单指空间的空啊 而是这样 无自爱性 无自爱性 如果同学能够诠释成无自爱性 在很多经典很多的看到空 才不会产生自爱性 知道吧 因为如果用一些空间去解这个空的时候 有些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解的 可是你用无自爱性去解空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理解它 甚深的意思在哪里 好 所以一般的房屋啊 这些器皿都会这样 沉住坏空 就是你在什么喜欢的豪宅啊 你在什么喜欢的那个豪华轿啊 什么之类的都还是一样这样 都还是一样啊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避免掉沉住坏空啊 那有生命的呢 一定会这样 生住易灭 生出来了 然后开始这样 成长的浊壮叫做住 然后再变成老病啊 衰残啊叫易 同学刚才早上有同学来就开始说 他哪里又不舒服 哪里又不舒服了 这其实都是一些 以佛法来讲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那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这个设身养好 也有一些师姐就说啊 我啊 把我自己照顾好 就是对子孙的最大的一个怎样 回报啊 好 了解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设身照顾好啊 我们该吃的时候就吃 该睡的时候就睡 把我们身体养好 那小孩子就不用烦恼我们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像早上那个 那个就是中风那个师兄 后面也是需要一些处理啊 也是需要一些处理啊 也是需要一些处理啊 所以不要把自己真的已经累到不行了 然后才要休息 也不要把自己消耗太多啊 消耗太多啊 所以你如果经过禅修的时候啊 有些人回来就会说 像那个有 之前有分享过 有那个清大那个师姐回来就说啊 师父啊我以前啊跟人家聊天可以聊一天一夜 没关系啊 一直聊一直讲一直讲 可是呢残修回来 稍微跟人家稍微聊一下天 就觉得好累哦 好 那个不是因为越残修 越身体越虚啊 而是怎样 而是我们开始会去观照跟觉察我们的身体啊 直到我们身体慢慢的开始这样 有些开始虚弱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喊停了 好 那冷也是一样啊 一般的众生呢 出去外面都不用带围巾都不用带帽子 可是你会发现一些残修的人 越带越多的身体越来越虚的感觉 好其实不是啊 一般的人出门 他那个 对于那个冷热的那个感觉察他比较粗糙一点 那有些人经过残修以后 开始 稍微觉得有点冷 他就开始这样 会有一些反应出来了 所以他就开始加 开始加 开始加 所以那个是越来越维系 越来越维系 那但是 但是同学 我也看过一种人啊 他可能做个一两次 然后他开始就带了一大堆的设备 告诉人家他有残修耶 这又跟我们讲的那个不太等于啊 因为 对啊 就有些人会戴一大堆的帽子、围巾啊 他表现的时候好像很虚弱这样子 然后好像就是有残修 可是因为人的执着就是很可爱就是这样子 你跟他讲这个 他隔天的装扮就是一大堆帽子、围巾啊 什么口罩 什么一大堆的 但是 残修的境界也不是依照这个外相去证嘛 所以 这些东西也是不可执着啊 不可执着啊 不是师傅讲这样 隔天大家打扮就都一样 可是 对环性的观照还是要有啊 天气变冷了 我们就 就要穿了 像现在天气其实变化很大 对不对 像我们早上出门一定要先看一下外面的天空 因为看是怎样的天气 然后再决定出门的那个穿着 那再来就是 现在的像这些 居士打扮很好打扮嘛 我们就是 那个洋葱式的穿法 比较可以穿脱的 有些人穿那种疾寒性穿那种毛线衣啊 穿那种厚的啊 那穿上去以后没有办法脱 脱又很麻烦的话 那又没办法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建议就是会带一些围巾 带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比较好调整你的那个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去适应这个环境 去适应这个环境 好 所以他这边讲到的身住意面 他首先先举例是就是投胎啊 就是我们生死生死生死啊 像一般的仆妾啊乞丐之类啊 固定这样 固然就是一定要这样 身住意面 好 连富贵的人 所以这边讲到的是 不是你有地位 或者是你很富贵 就能够跳脱掉业力的一个 一个现前啊 嗯 所有的人其实如果没有经过修行 都是这样 一样的都是生住意面 生住意面 好 那如果死的话 就讲 有些是天堂啊 有些是地狱啊 甚至于马腹啊 如胎啊 这些都是这样 随着业力而受生啊 所以有六道轮回 无境无休啊 所以一般 那就是古人就有讲啊 死 生死是这样 大事啊 齐不痛哉啊 我千万要讲 有警觉啊 好 那后面有讲到人生难得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阿罕经里面有讲到啊 同学来知道做人也很难啊 不要觉得自己啊 这辈子生为人 下辈子就生为人啊 很多东西很难 很难去预计啊 在杂罕寒经里面有想到 如是我闻呢 那个佛在社会国起处几孤独猿啊 那佛呢 佛呢 就这样 用指甲 抠了一点土啊 告诉 问音这些比丘说啊 哎 同学看看 我指甲的是这个土多 还是大地的土多 当然大地的土多嘛 指甲土才这么一点点而已啊 对不对 那佛就告诉这些 那些比丘就回答说 世尊啊 你的指甲上的土实在是少到很少啊 大地的土呢 非常的多啊 甚至这样 算术辟喻啊 所不能够比的啊 这两个根本没办法相比啊 然后佛就告诉比丘啊 这个甲上的土啊 就像诸仲生啊 当中啊 你如可见啊 你 这些行可见啊 亦复如是啊 这个行啊 非常的这样 细微啊 不可见啊 就好像这样 大地的土 大地的土啊 所以 从同学要知道 我们的死法界的种种众生 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其实非常的有限啊 所以呢 同学要知道 你能够身为人 这种有形状的 有形象的 这些的 已经是这样 就像指甲里面的土一样 这么少啊 所以 于 于是圣地啊 既然我们可以人生这么难得 精以得啊 所以要在 那个 因为 那时候佛 佛那时候的地址大概都是阿罗汉跟气的 所以他要 大家怎样 要好好的修饰圣地啊 然后 然后 要勤方便 所以他就是用大地的土来勤容啊 我们要能够修行啊 很少啊 要能够今天能够身为人 或者要能够修行啊 都是一样 你看喔 一般人 他也比喻啊 大地土 什么样的人像那个 甲中的土啊 就众生啊 人道的也是这样 那 所有的非人呢 就是不在人界的 像大地的土啊 那 能够身为中国 中国指的是佛法新盛的地方 不是指那个 我们认知当中的中国 那 大地土呢 就好像怎样 生在边地啊 所以同学要知道 你现在能够身为人 又能够听闻佛法 哇 真的是很殊胜啊 对不对 大地土 这么多 然后 这个 比喻为 指家土当中 指家的土 好 那 在这当中 又能够成就 那个 圣慧眼的 也是啊 然后 如果像 不成就的话 就好像是这样 那个 大地土啊 所以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啊 要能够 听闻佛法的 就好像是这样 万中取义啊 然后 要能够听闻佛法以后 又能够想到要修行的 又像这样 万中取义啊 然后 在当中啊 又能够修行成就 又像这样 万中取义啊 所以 同学想看看 自己在哪一个层次 好 这后面的比喻都是这样啊 如果能够修行佛法 或者是怎样 都好像是假 假中的土啊 所以要能够珍惜啊 要能够珍惜 好 这边就讲到人生难得啊 163页的第一行的部分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这个人生了 所以 以刚才那个佛所讲的那个例子 同学就知道 这个事情呢 你不要小看啊 好像 身为人很正常啊 也习惯啊 好像没有什么啊 但是这样 这是非常宝贵的啊 你要能够出生死而了 出三界了生死啊 必假文道啊 你一定要听闻佛法 然后修行断正 所以同学有些人说 可能就念佛就持咒 那不够啊 一定要听闻佛法 了解佛的圣生意啊 佛的圣生意 到底在讲什么 那六道当中 其他的五道 艰难修正 我们之前有讲过 人是当中怎样 最好修了嘛 天怎样 很爱快乐啊 然后这样 不会想到要修行 沉溺在快乐当中 那阿罗汉呢 他这样 那个习性跟修行就有违背了 所以这样 不肯修行啊 这一类的众生 其实人众当中也是有啊 曾经有个女众啊 她在听闻佛法当中 佛法教给她的义礼 跟她所想的 通通都背离 这个女众她 因为她是 就年纪比较大 然后有一个 就是比较年轻的那个 那个先生啊 那她觉得 就会抓取那个先生嘛 所以她在听闻佛法当中 佛法一直告诉她这样 无禅无我啊 虐凡极境 有些人 有些人她的那个习性跟更替 如果不是这样 反而起烦恼心啊 反而生起烦恼心啊 所以同学要 诶 今天能够听闻佛法 然后又能够 哇 法喜 然后又能够听得下去 哦 那个就術士当中有善根因缘 都有善根 不然听一听 哎呀 不知道在说什么 哈哈 哎呀 做不到 阿叔 不知道在说什么 都说什么 所以能够听得懂 又愿意去做 那就是很有善根了 那后面当中的 恶鬼的众生呢 非常饥饿嘛 也是这样 很苦啊 出生到了比较 呃 鱼吃啊 昏昧 然后只知道吃啊 只知道睡 也不晓得什么叫修行啊 不过出生道 因为菩萨 也有些那个菩萨 四线道出生道啊 所以他们有些也是 会稍微就是知道 最起码有 刚才那个豹 他也知道就是这样 不要去残害那些 那个就是一些森林嘛 可是大部分的出生道还是这样 比较愚痴 比较昏昧 那你要他修行 那当然也是更不可能 那像地狱呢 他就很多苦啊 而且这样 那个罪是无间的 一支一支一支的 没有任何间断的 唯有人道这样 虽然有苦 可是苦乐参半 有苦有乐 所以人是最好修行 当你觉得人生都很热的时候 然后来点苦 人生好苦哦 赶快修行 对不对 当你觉得人生好苦的时候 又给你点热 然后让你这样 哦 这样子还可以维持这样 继续修行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如果当 像那个地狱的重视 都只有苦的时候 没有热的时候 你当然这样 连修行的那个 想修行的那个心 都生不起啊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不是身为人是这样 很困难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更要这样 好好的修行 好 我们投胎的时候是这样 阿赖耶士啊 昏迷倒祸 寻夜寿生啊 也就是因为一念的无名啊 阿赖耶士就是那个巴士啊 开始这样 动 就称为他为动事 开始转 开始轮转的时候就开始这样 我们就开始这样 因为无名开始这样 寻夜寿生啊 根据我们的业力 好 这个一般的众生是这样 业力而受身啊 那菩萨就不一样 菩萨就趁他的愿力而来 他就不被业力所轮转 好 所以能够身为人道大概一个两个啊 那其他道的 不晓得不只百千万亿啊 跟刚才比喻的那一样嘛 好 德人参有没有 就刚才说的那个虐盘经也有提到嘛 那这个在刚才说的那个阿含经里面 也是有提到啊 也是有提到这个比喻啊 杂阿含经里面有一次有提到 甲上土跟大地土的比喻啊 那还有一个人参 你看后面很多种的比喻啊 就好大海的浮沫啊 浮沫当中有一个洞 那一只虾眼的乌龟啊 伸头刚刚好怎样 伸到那个洞啊 这身为人参的比喻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那如果一旦堕道其他道的话 不管是天鬼地狱啊 寿命都很久啊 寿命都长久到人没有办法去思考的 寿命都长久到人没有办法去思考的 所以像畜生道啊 寿命虽然这样比较短促啊 可是怎样 有些会这样轮转很多辈子啊 就像是那个摄理佛那时候 在奇缘里面见到一只蚂蚁啊 那只蚂蚁怎样 已经经历七佛了 都还是在蚂蚁啊 然后到现在已经这样九十一节了 还在身为蚂蚁不得解脱啊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在恐吓大家 而是要让大家知道人生的可贵啊 身为人的一个可贵啊 那再来就是佛法难闻啊 现在的像这边 台湾这边是很幸福啊 因为听闻佛法很方便啊 甚至于网路直播啊 只要开一个电脑就可以看得到嘛 对不对 大家就觉得佛法获得太容易了 然后就把它当作怎样 那种可能就不会去认真啊 或是尊重啊 或是怎样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你要能够身为人生就很难了 你要能够在这边又能够听 这辈子又能够听到佛法 那真的你看 164页的二四六韩 你看要闻啊 要虚具足怎样 善根因缘啊 善根因缘啊 你如果是生长在佛法的边地 是没有人去那边弘扬啊 像早期那个台湾其实有很多人 都会过去像其他地方去做一些弘法的动作 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啊 师傅也有成绩有这样子过啊 他说他就是去一个 他说那时候马来西亚在二三十年前 几乎没有什么法师弘法 那所以像师傅去呢 早上被带去就是这样 一整天当中就 他连自己是到哪里他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会有一只居士 带他去这边弘法 然后讲完以后 又马上又再去其他地方这样子 所以那个地方是没有人弘法 那当中如果有法 台湾的法师过去 哇 那就大家都抢着 抢着就是请他到寺院里面去做一个开示 好 那再远的地方的话 你要听闻佛法那就更难了 那个还是在台湾的周边 那如果更远的 又还有语言上的那个自爱嘛 所以所欲非真啊 尤其是末法邪说横行 这当中的那个旁门邪道也很多啊 也很多啊 那所以为什么同学要听闻这最基本的那个佛学十四讲 你才能够讲分别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 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 那听闻之后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 起修的心啊 如果同学没有起修的心 听完回去这样 有一些同学很可爱啊 师傅我听我每次啊 听完以后在门口我就几乎都忘掉了 哈哈哈 那没关系啦 最起码也留下一两条 一两句嘛 另一两句要回去用 像刚才讲忍辱 他回去那个师兄讲话很令你生气的时候 我们也会忍一下 有有有有有听进去 不要那么可爱 还真的来跑来跟师傅说 师傅我坐这个门就忘记了 所以呢 你看哦 要真的像同学能够做来这边的听闻佛法 真的是很殊胜很殊胜 业力因缘都具足啊 只是看同学有没有去把握 有没有去把握啊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没有把握的话就这样 生死生死又继续了嘛 就一直转下去嘛 有把握我们就可以改变嘛 改变就改变的契机啊 所以 所以 无常的迅速啊 一气不来这样 就隔世了 那生死的海生啊 一舵山土就这样 万劫难复啊 那我们是很幸运 又能够这样 得人生 然后又能够听闻佛法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努力啊 那杂安寒金 譬喻这世间有四等马 这四等马其实就是这样 比喻这样 人有四种根器啊 有好的根器啊 上上根器有些是这样 好我们往下看哦 第一等的呢 他只要看到鞭的影子 他就开始跑了 有没有 你鞭子不用拿出来 不用怎样 他看到鞭 你好像要伸手了哦 要拿鞭子 他没看到鞭子的影子 他知道你要拿鞭子 他就这样赶快跑了 好 这就比喻 像一般的众生 有些人啊 看了 就是不需要知道苦 他就起修了 哦 他也不需要有任何挫折 他就起修了 哦 那第二个呢 哦 就是你这样 你鞭子这样 轻轻的这样 碰触他的那个毛鱼啊 毛尾啊 就开始 他那个马就会跑了 好 他也不需要这样 也不需要 还不需要打 就稍微这样 已经拿出鞭子了 可是这样 轻轻的摸就可以了 哦 那这个就是这样 很像是 诶同学 如果我们知道这样 看到别人的苦啊 我们自己就知道这样 苦啊 我们看到别人生老病死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也会生老病死 对不对 哦 有些人在看别人生老病死 那白人啊 对吧 我们都很久的 那个不是我们啊 那个也不是我 所以 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好 好 我们该看第三种根器的人 好 这个 他这样 鞭杖小青啊 就要打下去了 要打下去了 这个呢 就是这样 我别人 看到别人苦 他不觉得是他自己苦 所以还不起修 可是呢 当自己这样生病了 有所病痛的时候 哇 人生真的是苦啊 好 人生真的是苦啊 然后开始这样 想到要修行啊 哇 第四种啊 第四种就比较真的是 很贴气的哦 哈哈 他一定要这样 哇 用铁锥刺骨哦 要伤身哦 才有办法这样 着陆啊 这种的众生大部分就是 生病 生病有什么关系 病会好啊 对不对 所以要继续讲 继续玩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种人会觉悟觉悟到什么时候 死苦现前的时候 他已经面临到 啊 完了 可能 已经 生病病得很严重了 他想啊 人生真的是无常 可是这样 有时候是这样 有点来不及了 但是我们会 跟众生讲 就是说 很多时候这样 像这样的众生 如果还有起的话 像之前有一个 有个女众啊 他有一个叔叔啊 那个叔叔 因为他没有 没有 后代 他没结婚嘛 那也很照顾他 所以他就把那个叔叔 就是接过来照顾啊 那个叔叔也是 刚开始有一些病痛啊 有一些病痛的视线 然后他就请师傅说 能不能请师傅去皈依啊 去帮他皈依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这样 有所警觉 他开始觉得 那个 就是大现已至啊 然后师傅就去帮他皈依 皈依好像 过后没几天就往生了 就往生了 那也是 他业力因缘当中 有很殊胜啊 刚好也要师傅有空啊 那再来就是 他也住得近 住得近 所以像同学 如果遇到那种 有办皈依的话 方便 然后又 同学 要知道 有些人觉得 皈依好像也没有什么 到处都有在办啊 什么东西也好像没什么 到处都有在办啊 但是同学要知道 像刚才所说的 从人生就难得啊 那你到底能够听闻佛法 又更难得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 帮同学皈依更殊胜啊 所以要把握那个因缘啊 好 像 可是这些其实都是众生的业力因缘 有时候 不具足的话 那个就 也不用去强迫啊 只是我们自己知道 那就好了 好 警觉当中 警觉当中也有利跟盾 所以 马匹也有分成梁跟幼 那以前 古代的人就说啊 见他人死啊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 而是讲 看看轮到我 好现实喔 好现实喔 好像是 好像是 诶别人的事情啊 可是讲 事实上讲 早晚都轮得到啊 尤其是 死亡的东西 也不是说排队啊 有些人说 诶年纪大的 或是怎样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常理啊 好 好 所以现在的 我们要能够了解 就是一切这样 时局都是很物虐的 也就是这样 很不安 动摇不安的 那也不可终日啊 所以古德有记啊 人生难得 今已得 佛法难闻啊 今已闻啊 此生呢 不像今生度啊 更像何生度此生啊 所以愿大家 你看 这十四讲 其实重点就在后面 这句话 要发心啊 来修啊 能够觉察到世间的无常 觉察到人生的难得 然后佛法的难闻 然后我们这样 闻了以后这样 重点就在后面这样 起修啊 要去做 要去做 好 好 那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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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